Hello 欢迎收看口袋证券盘前苏懒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重大讯息 美国经济正在走向疲乏的状态 就数据显示 6月份美国职位空缺下降至960万个 为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ISN制造业指数连续9个月收缩 建筑支出增幅也低于预期 ADP报告统计 7月份只增加了19万个职位 另外由于美国政府准备增加借贷 美国国债因此全线下跌 30年起国债收益率触及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看到美股四大指数与台股ADR昨日表现 焦点个股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值增加最多与市值减少最多的公司 以及近期重要财经新闻与全球重要经济数据 看到台股部分 近日结算价格为16855 今天加全下跌319点 从形态看有三次触碰17400相对高点位置 今日大量下跌 而7月12之后看两次触碰17400 17000可以划出一条水平线 目前已形成M头形态 也跌破7月31日大量低点 明显那天买进阶形成套牢区间 可以注意到贵买今天下跌跌破相形整理区间 周月线持续下弯并且是死亡交叉 可以发现中小股明显比大型股弱势 昨日101.8有大幅减少 事后看加全余贵买 6月无明显走出区间 盘面皆为AI族群领军 其他个股间没有行情 这周AI股陆续大量回档 造成大盘下跌 恐慌指数有跟着放大 可看到5月16创低后 没有突破17位置 要留意后续突破17后 整个盘面是否会行情放大 近期投资人要留意行情是否回档幅度较大 而高档要多加留意风险问题哦 我们明天见拜拜